好 我們現在就要跟各位講 我們說目前的重點叫做分辨純物質跟混合物 那什麼樣的東西是純物質 什麼樣東西是混合物 其實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 比較完整的想法 要等到學完原子說 了解異質觀點之後 我們才會有比較清楚正確認識 目前 基本上只能靠被知道 這些叫純物質 這些叫做混合物 那有幾個方法讓各位能夠知道 第一個 氨 什麼化什麼 氧化什麼 什麼酸 什麼酸什麼 這個東西就叫做純物質 比如說 什麼化什麼 氯化那 氧化什麼 氧化銅 氧化鎂 什麼酸 硝酸 硫酸 這些都叫做 這些都叫做純物質 氨是純物質 但是氨水是混合物 因為氨水是氨加水 剛才說什麼酸是純物質 一個例外 鹽酸 因為有水的硫酸叫硫酸 沒有水的硫酸也叫做硫酸 你跟我講硫酸 當作你沒有水 純物質 可是鹽酸不是 你叫它鹽酸 它就一定是氯化氫水溶液 它一定是氯化氫加熱水 所以它就是混合物質 鹽酸是滴碗 鹽酸是滴碗 不然這些氨啊 什麼化什麼什麼酸 什麼都叫做純物質 如果考試寫水 寫純水 寫蒸溜水 那它就叫做純物質 它如果跟你講河水 浮水 海水 井水 雨水 它又是叫做混合物 它又是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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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跟你寫糖 寫白糖 寫冰糖 寫方糖 這些糖都叫做純物質 紅糖不是 就是黑糖不是 因為這裡有色素 那裡面有色素 所以那叫做混合物 那叫做混合物 OK 通常只有一個字的中文 大部分都是元素 什麼叫元素 你又會教 你就這邊上面寫什麼 氦啊 奶啊 綠啊 銅啊 金啊 銅啊 銅啊 鐵啊 這些都叫做元素 那它就叫做純物質 它就叫純物質 OK 你如果確定它有兩種 你知道東西拿在一塊 那它就什麼混合物 豆漿 牛奶 空氣 這小的結構吧 牛奶 牛奶為什麼不是 有什麼油水吧 還有蛋白質吧 還有脂肪吧 還有脂肪吧 OK 這些東西 合金又是兩個金屬 馬在一塊叫做合金 所以它就是混合物 你確定它有兩種以上 都叫做混合物 然後呢 如果你確定它這個東西 那是純物質 你確定它這個東西叫純物質 金啊 銅啊 銅啊 銅啊之類的 你確定它這個東西叫做純物質 OK 所以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好 考試題目呢 有人欣賞好就寫四五個五六個 有人欣賞好就寫二十個 如果你說這二十個裡面 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KINGO KINGO 這個判別的方式 這是我們所學習的第一個重點 辨別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目前 大概就只能用所謂的記憶的方法記一下 正確的觀念要等到我們後面交完原子說 有粒子觀點之後 我們才會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判斷 純物質跟混合物的方法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辨別什麼叫做純物質 谢谢大家